《圣马豆福音》 九章一至八节 记载了耶稣治好一个摊子的事 有人抬着一个躺在床上的摊子 来到耶稣跟前 希望耶稣治愈他 我们不清楚是几个人把摊子送到耶稣跟前 但是他们对耶稣的信心是真实的 所以得到了耶稣的欣赏 这一点让我们明白 信仰是由真正的相信和实际的行动构成的 我们有什么样的信仰就会产生什么样的行动 生活中我们会看到有些弟兄姊妹很会讲道理 却看不到有信仰行动的表达 即使有一些信仰行动 也要想方设法让别人知道 好能得到赞美 有些弟兄姊妹说的少 信仰行动的表达却很多 也很积极 愿意默默地为天主而做 甚至甘愿牺牲自己的利益 耶稣一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 孩子 你放心 你的罪设了 从路加福音中 我们了解到 是他们从屋顶把摊子带到了耶稣跟前 耶稣看到了他们的信心 就是摊子和抬他的人的信心 信心表现在具体的行动中 无论有多么大的阻碍 也要尽全力找到耶稣交托给他 这让我们明白 作为基督徒 我们应当真心实意地 关心我们身边有需要的人 交托给主 让主来帮助他 我们的祈祷也是如此 如果我们对主有信心 也真心关爱身边有需要的人 我们会自然地为他献上真诚的祈祷 把他交托给主 当耶稣对摊子说了 孩子 你放心 你的罪设了 有几个人非常不高兴 他们心里想 这人说了亵渎的话 他们却不知道 他们却不知道 耶稣看透了他们的心意 并且说出了他们的想法 你们为什么心里思念恶事 弟兄姐妹们 这几个人 根本不相信耶稣 即使他们看到了 听到了 耶稣所贤的奇迹 依然不信 他们来到耶稣跟前 不是为听到 而是为找问题 他们也从来 不会把有需要的人 带到耶稣跟前 因为他们认为 一个人出现身体问题 是由于他犯了罪的缘故 自己应该完全承担 与他们无关 可是我们知道 耶稣不但治好了贪子 还赦免了他的罪 使他得到了彻底的治愈 这就是基督爱的精神 全心全意为他人着想 尽力帮助他人 由此可见 我们明白了 相信主与不相信主的差别 关键在于 是否有爱的心和行动 主耶稣 我信赖你 求你补足我的信心 使我一心依靠你 尽全力 关心和帮助 有需要的人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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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